2022是怎麼樣的一個年代呢 它將開啟一個全世界 更依賴台灣的年代 驅動這部浪潮的正式電動車 電動車規模將上看6兆美元的時候 有更多的半導體需求 一場晶片的軍備競賽 搶人 搶機台 通通衝著台灣而來啊 對 而且真的就衝台灣而來 我們知道最近埃斯莫爾的事件 就是他們上次柏林的火災 其實讓我們大家很擔心 因為它是機台供應商 結果你知道昨天埃斯莫爾公布財報了 我覺得最振奮的不是台積電 最近是台積電周圍這些設備廠商 繁宣 讓他們鬆了一口氣 因為你知道嗎 埃斯莫爾職業公布今年業績 會成長20% 你知道今年只成長5%而已 今年成長20% 當然這個消息表示一件事 柏林的事情不是問題了 這個台積電有400多億的資本支出 可以買到機台了 所以我們之前還在盯著這一把火 柏林這一把火一燒起來 會不會影響到台積電的EUV機台 的穩定供應 後面是一大串的供應鏈 所以你看到台積電 不論在高雄或是在哪裡設工廠 這個超紫怪機 這個我們說光 UV是沒有問題的 好了 當然就在這個時候 傳出另外一則消息 我這消息是大消息 我們知道台積電決定要在台中 設1.8奈米的這個製程 我們當然覺得 你的機台夠不夠 確實 事實際上 Intel真的有針對2奈米以下的 這個機台做出來 它名字叫 Twin Scan ES-1520 那我們怎麼知道這個數字 是台積電買的 不是 不是台積電下訂單的 竟然是Intel的老闆 你的意思是說 今天我們還在討論2023奈米 要量產下一個世代2奈米 還在討論的時候 要進入奈米時代了 他已經搶了全球的頭箱 就跟艾斯摩爾下訂了2奈米的EUV 對 而且大家先不要緊張 雖然我要先說明這個產品非常厲害 因為它的孔徑是0.55 現在我們用的是0.33 表示再小的晶片都可以刻畫出來 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 它的產量可以到每個小時200片 你不要小看每個小時片 因為你是24 一天是24個小時運行 所以一天就是多少 4800片 10天就48000片 你知道其實一個工廠 大概的產能大概5到6萬片 你覺得這個可不可怕 速度非常驚人 但重點是它價格非常不親民 它一台要83億元 是現在的光刻機的 對 光刻機兩倍 所以怪不得掌忠摩就說 未來資本支出只會更多 不會更少 但是這個英特爾為什麼做這個動作 其實英特爾你記得 他之前旋風在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所謂的3奈米 還沒有進行量產的時候 是今年第二季 他就先下訂單了 所以他現在超前部署 而且你知道嗎 據內部消息就是台積電 英特爾在中國的公司 已經宣布一件事情 只要你能夠跟隨這7家 台灣最頂級的IC公司挖腳的話 就一筆紅包給你 這筆紅包金額是高達24萬新台幣 你搶機台 你也要搶人才 都衝著台灣來 搶機台 搶產能 搶人才通通來 而且針對就台灣而來 好 你知道之前的價格只有16萬 現在一口氣調到24萬表示 而且這次他們要打算是 台灣的台積電人才 也要大幅擴充 他一口氣要全球獵取人數 高達6000人 但主要目的針對台灣 所以你看到台灣人才多值錢 我給大家看這一位 張宗謀先生他說EUV 我們講得EUV得天下 不是有錢你搞得出來 舉全國之力 你也造不出一台艾斯摩爾的光刻機 就算你拿到它的設計圖紙 我料你也兜不出來 這個EUV的光刻機 為什麼偏偏就落腳在荷蘭 就在艾斯摩爾 他怎麼這麼厲害 我們在想像荷蘭就有1700萬人口 為什麼全世界都要跟艾斯摩爾崇拜 但是艾斯摩爾這家公司 到底是什麼崛起的 這個很快要跟大家理解說 它其實崛起時間並不是很久 在1984年 你知道它的專利權少到什麼狀況嗎 它的專利也少到在所有的 所謂光刻機的專利權 只有11個百分點 講白一點 它連三星都不如 為什麼可以成為全球最大光刻機 原來有這麼段歷史 事實上我們知道在維米時代的時候 光刻機的老闆是日本的零控 那時候幾乎全世界都是他的 而艾斯摩爾是誰都不知道 甚至快倒掉了 但是一直到2004年的時候 有一個公司幫了艾斯摩爾 讓艾斯摩爾直接對尼控開槍 那家公司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駐權 對 台積電有個傳奇人物 叫林本堅 其實我們最近有聽到的名字 林本堅當時他就覺得 在未來的世代裡面 不能再用所謂的乾式的 這種光刻機技術 也就是你共同技術是不行的 他自己研發出一個 叫沉浸式的光刻機的技術 那沒想到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艾斯摩爾一聽到 馬上就打電話給台積電 我跟你合作好不好 當然台積電話不說 你要跟我合作 我就跟你合作 所以這一合作不得了了 因為你知道後來證明一件事 這個沉浸式的光刻技術 直接成本比這個乾式技術 至少更加的降低 而且他產量也更大 而且他能夠延伸的技術更強 所以在2012年這個轉折點 是台積電幫忙的 其實不只如此 事實上在2016年的時候 台灣銀牙公司也讓艾斯摩爾 定於所謂一尊 那就是當時的股後漢維科 漢維科當時在電子書 檢測設備的市場裡面 佔了80%的市場 那也就是說 你只要做光刻機 你就要用到漢維科的技術 但漢維科已經是艾斯摩爾的公司了 所以你要想辦法再搶到 另外一家這個漢維科不可能 但是我覺得不只如此 我們知道在鏡頭裡面 蔡絲的專利是最多的 我們說整個光刻技術底賣 最多的是三星怪 蔡絲是兩個最多的 那麼但是問題的事情是 蔡絲他要怎麼樣 怎麼跟他合作呢 基本上來說二話不說 我錢多 直接把蔡絲做這個光刻機的鏡頭 那家公司直接持有他股權 所以你說中國怎麼可能做得到 因為你根本沒有蔡絲技術 而且最可怕的事情是 他砸了一筆大錢 買了這個所謂雷射光的公司 叫SIMER 那我講白一點 所有光刻機的雷射全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都要用SIMER的技術 你說中國怎麼有這個技術 所以他是整個把這些所有的 可能最關鍵的企業 他是做上中下游的整合出賣下來 這也讓這個Intel有一個覺悟 他一定要做上中下游的一個整合 同時間人才一定要跟台灣挖 因為這些關鍵的公司都在台灣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情況下 我們講白一點點 你說中國怎麼可能做到光刻機 你別傻了 但我們看到了 在這2022從EUV SIMER公布他的最新財報 拉出了整個新的篇章 晶片的軍備競賽已經全面開打了 你說中國別傻了 他不會缺席 2022動作更大 銀彈公式又衝著台灣來了 我要說這個銀彈公式事務極限的 它是源源不斷的 為什麼我們知道 中國兩個最大的半導體公司 一個是中興 一個是華鴻 他們共同發佈了一個 新世代的所謂半導體宣言 簡單一句話就叫 人才支持政策 講白了 就是到全世界去挖角 他說讓全世界他們所需要你 只要能砸多少錢就砸多少錢 你有這個技術我就給你補充 起跳就是 你有技術我就給你這個資源 起跳就是50萬人民幣 如果你是一個技術突破的話 我最高可以給你將近1億元的支柱 但是我覺得這不重要 重要它的題目 這個整個人才計畫書裡面 談到一件事情 它要扶植境外高端稀缺人才 擺明一件事情 如果你沒有辦法扶持 就是買下來不是這樣嗎 就在當下最近發生的 三件重大事件都跟台灣有關 最可怕是這家公司 叫合肥的銳聯維電子 它在台灣就是設立一家 叫藍芯維電子做藍芽的 而且已經確定一件事 它做法是先透過國外的薩摩爾 設一個紙商公司來台灣設公司 那所有過程似乎都合准 但是被查到了 它是用人民幣轉換台幣 你知道它這次挖腳金額 是多少嗎 多少 兩億新台幣 你剛剛說到了一個 Meg人民幣轉台幣 也就在外面兜了一圈兜了N圈 我把路資洗得乾乾淨淨 讓你看不出來 但本質它是前進到台灣 來台灣要幹嘛 挖腳 沒錯 一次要砸兩億元你看打算要怎麼挖 兩億元要怎麼挖 這多可怕的數字 當然這背後的原因 你透露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因為未來不是手機的天下 未來是電動車的天下 你知道最近連電的董事長薛明志 宣布了兩個重要的事情 應該說應該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們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電動車的市值 產值大概是六兆美金 六兆美金是什麼概念 就是你把我們台灣的半導體 電子零組件 手機 筆電加起來 它的金額還不到一兆美金 它的金額還不到一兆美金 我們最強的半導體 我們最強的筆電 我們最強的手機加起來 它的市值全球市值還不到一兆美金 但電動車會是六兆美金 這是第一個 這個我們知道的訊息 第二件訊息 這個事情就比較特別 他說現在一般我們的汽油車 大概七年大改款一次 但電動車不玩這個遊戲 電動車每五年就改款 我們今天是預估五年 按照我們過去手機的變化 以及這個筆電變化 可能三年就是改款 你改款要有更大的功能 更多新功能 就是要有更多的晶片 沒錯 他就說一句話 其實這塊台灣已經準備好了 他就大膽的預估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沒有錯 我們晶圓代工佔全球75% 可是我們IT設計 大概佔全球比例就有25% 進入到排行榜的十大公司有三家 但是他說一句話 我們要打群架 未來我們在替汽車所設計的 晶片的數量 市占率會到全球的50% 我們家百分之是一個小數字 我要講的事情是 汽車只用40顆晶片 電動車要的晶片是汽車的 大概6到7倍甚至更多 所以換個角度 如果真到50%的話 這個數量有多麼驚人 照這樣講下去的話 2022之後 這個大浪潮電動車的推升之下 全世界會更依賴台灣 電動車大發炉了 但是為什麼他的龍頭特斯拉 居然被點名 你皮繃緊了 你苦日子要來了 怎麼會這樣呢 對 最近美營公布了一個 很可怕的數字 他說現在特斯拉市占率 是將近所有電動車 每10步就有7步是特斯拉 但是他說這個可能只是 現在的狀況 他估計在未來三年之內 就到2024年 特斯拉市占率會從今天70% 直接跌到只剩20%不到 差這麼多 出什麼大事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台灣的零組件 供應全球 特斯拉的技術就轉移到全世界 全世界有資本支出的時候 電動車的需求就出來了 大家都能造電動車 我們舉個簡單例子 其實特斯拉最怕的就是賓士車 賓士車它最近出了一款 叫做EQS450 Plus你知道售價只有多少 在美國售價只有多少嗎 只有280萬新台幣 這基本上已經是特斯拉頂級的車子 是 但重點來了 它的續航力比特斯拉更高 它續航力可以到高達857公里 當然我要說一句話 因為它是豪華車 它的充電能力是沒有比特斯拉更強 但是豪華車 說這個特斯拉跟賓士車 它可能選擇賓士車 所以高檔車已經跟他對決了 我們說的稍微平易的 這個就厲害了 這個價格你知道多少錢嗎 39萬就有了 平價車款 而且你知道嗎 它停車只要半個停車位就可以了 好可愛 畫面當中看到這個小不點 39萬 是的 而且重點事情是 它0到50的加速 只要小於5秒鐘 最高續航也可以高達230公里 所以看起來電動車 將來的試占力會減少 這可能不是沒有 不可能道理 因為台灣會提供全世界 最棒的電子晶片 邀請您 一起加入57報新聞會員 跟俊夏一起挖跟醬 好可愛的 非常緊張 給你 謝謝 您 請 請 請